邱老師剛看到的是烏克蘭步步禁逼哦 快要逼到莫斯科了 那俄乌的局勢 事實上對於選情非常逼近的狀態 也可能有所影響 嗯其實 呃剛剛創下講到賀錦麗等很久受訪對不對 然後你去聽那個 三段就16分鐘的訪談 其實外交很少真的很少幾乎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民主黨這一次的主軸 有兩個可能啊 為什麼沒有到外交 第一個就是賀錦麗不熟 對 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他們也秀到說 美國民眾現在想把那個注意力放在通膨 嗯 放在邊界這個問題上 好那所以呢就變成說 呃賀錦麗這一次 他的這個呃這個訪談裡面 他聚焦在什麼中產階級 那中產階級裡面 他就剛剛林官有提到說 他講到很多的一些比較 呃比較虛的一些一些口號式的 比如說他幫中產階級 要幫這些剛生小孩的這個父母親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我要講一下 其實這個CNN的訪談的這主持人 叫做Dana Basch 他其實也蠻尖銳的哦 他說呃 你賀錦麗說你不想回到過去川普那個時代 那那可是我要問你一句話 就是說那川普那是他至少物價是低的 對 那那你怎麼辦 那賀錦麗那時候就有點為之以色 他說可是至少我們通膨指數壓在3%以下 等等等等 然後我們要給這些手購主買房屋的 25000塊的這個什麼免稅額等等之類的 然後呢Dana Busch他有講哦 他就講說哎那你賀錦麗好你要聚焦在內政 那我就問內政 你賀錦麗在2019年的時候 你說你要進那個水利壓力 就業油鹽 對業鹽油的這一個 嗯 才開採的方法的方法之一嘛 然後2020年那個賀錦麗有選嘛 他就說沒有啊我後來是接受的 那Dana Busch那你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才能這個轉變 他很直哦 雖然是沒有說自由派媒體 他還是很直的 所以賀錦麗他不知道怎麼講 他就說其實我價值都沒變 我的價值還是那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賀錦麗其實他是 所以他並沒有回答 他到底接不接受 這一個開採業油的政策跟方法 應該是說他接受 他現在是可以接受 但是因為他變 然後主持人問他那你變的那個轉折是什麼原因 那他講不出來 他就說啊 因為我的價值還是一樣 但是我的其實不只是這個 包括外交真的他有變 他講的很輕 那我先講結論 你聽賀錦麗的這個專訪 第一個他內政優於外交 那外交看起來 目前就是交給拜登去顧 不管是對中國啊 派那個蘇利文到去會面王毅啊 習近平等等 第二個賀錦麗想要走中間路線 其實這過去我在節目中 我提過很多次 他一直想要左右 他想說抓中間那個票 那包括說他有提到說 他要提名那個共和黨的人入閣 然後他也提到說 這個進步派的左派 一直建議說 要不要削減對以色列的軍員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納坦亞胡 也很糟糕對不對 所以呢他也說 沒有以色列軍員 我們也是不能停 他就有點想要吃到共和黨那邊的票 那第三個你聽 他其實他的政策都是都是拜登的 拜登外交政策幾乎沒有什麼新的 所以他的外交政策是其次 中國議題尤其擺最後面 所以今年為什麼台灣 好像美國大選稍比較不起來 他幾乎沒有回答 他幾乎沒有在講這樣 而且我補充說明一個我沒有辦法求證 但是我在網路上閱讀到的資訊 這個據說他們這個interview的帶子拍了四十多分鐘 最後剪成十六分鐘的版本 各位觀眾朋友你們知道 interview一個人十六分鐘都不夠 他interview兩個人喔 兩個人才十六分鐘喔 他差不多像你們名嘴跟我錄影講一趴 我們這樣聊就超過十六分鐘 可是大家都知道 譬如你在台灣總統規格的專訪 起跳都是一個小時 那有的時候是兩個小時 那美國的複雜事 如果你包含內政包含外交 你要把它講清楚 其實你沒有一個小時 你是很難講清楚的 那我再舉一個更簡單的例子 每次六十分鐘 訪拜登 訪培洛西 都是六十分鐘起跳 所以他節目才叫六十分鐘嘛 所以憑良心說 CNN我都有點誇瞧不起他了 就CNN可以接受 CNN可以討厭川普 可是我仍然認為CNN不應該放水 檢驗一個領袖低於一個小時 我認為CNN放水了 包含這個主持人 包含他的producer 包含他的管理人員 但是CNN如果做比較好的球 讓賀錦麗不要失分可以殺球 這我還勉強可以理解 但是CNN連基本規格的六十分鐘沒做 我告訴你 其實包含我本人 我都覺得這個太離譜了 我今天有在想一個問題 我覺得賀錦麗蠻像2008年歐巴馬的樣子 因為他是女性又有色人種 但重點是說他這個東西 他沒有歐巴馬那個肚子那個 沒有有色人種跟女性一樣可以回答政策 所以說我的意思說 那等於說9月11號這個辯論 他跟川普這個就是見證 因為川普絕對都是直接碾壓式 我最後補充一個 就現在的選情 雖然說好像看起來是波動之間 但是其實那個小羅伯特甘乃迪 他就很關鍵 包括像那個搖擺州 像密西根威斯康斯一趴兩趴都會影響 那現在算川普沒有錯 都有一點落後落後 可是不要忘了2016年川普落後更多 所以我現在真的越看今年的大選 美國大選 我真的覺得民主黨真的 走到了一個我難以想像的局面 特別他是民主大國跟美國 賀錦麗有點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7-11在賣福袋 百貨公司在賣福袋 那你會抽到什麼東西 福袋常說這一袋一千塊 你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可是當然如果你只是好玩 拿個紅包買個福袋好玩就算了 可是當美國總統不是好玩 你要不要出兵 對啊而且台灣的問題也是很深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是拜登在幫他收穩 那到底賀錦麗會怎麼樣 我們當然希望說 至少他有川普的那個legacy 如果賀錦麗一當選 至少是川普的那個對中 賣一塊他能夠 雖然川普有時候電三導師 但是至少他硬起來是很硬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觀察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小鈴鐺 現在是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